我們之前就講過 這次的俄乎大戰 有很多美國企業進來 微軟先進來 不然的話 之前俄羅斯在進入的時候 我會不是癱瘓你的網路系統 癱瘓你的所謂的金融的網路 讓你這個社會陷入不安 陷入混亂 然後我就堂而皇之進來 控制一切 可是他今天所埋藏的 所有的如從從事 全部都沒有發生效果 因為微軟早就已經幫烏克蘭 做了所有的掃圖 更不用講 Starlink 伊羅馬斯克 在天上的衛星 指引你做非常精準的打擊 沒有想到我們今天講 Google也進去了 Google今天做得更狠 Google今天直接 我們知道 你現在所有的這個重要設施 你從Google地圖上面 他這個要把你屏蔽掉 現在居然俄羅斯 所有的重要設施 他不屏蔽了 不屏蔽之後 準確度到多少 50公分 那很近 沒錯 事實上這個Google這次 他也不想隱瞞了 就是我們這次在烏克蘭戰役裡面 我們也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今天在他的網站上面 公開了非常多 或者流出來非常多 俄羅斯的軍事相關戰略 我們再也不屏蔽 這是庫茲涅佐夫 海軍上將號 這是什麼 這是目前俄羅斯唯一的一台的 這個航空母艦 他就讓你看 他就停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 所以以前我會打馬賽克 我會懵掉 現在 你上面有什麼樣的設備 你上面甚至有哪些人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基本上在過去一段時間 這是海港 海港軍港裡面 他就不會讓你看到 那現在讓你看軍港 不用說 他還讓你看這個船艦 所以他已經都讓你看光光 另外一個 這是俄羅斯國防部的 飛行試驗中心 他前面有非常多台飛機 他讓你看 好像看起來的話 外界解讀是蘇-57 這次飛到烏克蘭的這個 他們的無人逆中的這個戰機 飛到那邊 他就停在這個位置 所以跟你講 蘇-57被號稱是 俄羅斯最神秘的飛機 我不是說只有蘇-35 我還有蘇-57 它是一個逆中戰機 可是你停在哪裡 你怎麼擺設 我都把 你不要說美國軍包 連Google都知道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伊斯坎達爾的導彈的基地 他也讓你看 這些有非常多的 伊斯坎達爾的 伊斯坎達爾發射井的這個位置 還有他存放的地方都在這邊 我們之前講說 伊斯坎達爾的這些飛彈都打光了 如果你從上面看 他只在發射井沒有導彈了 沒錯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你看 還有什麼彼得大帝 這個重型的核導彈的這個巡洋艦 停在這個海邊 他也讓你看到這些 然後這是第1295的這個中央基地 這裡面有非常多 你仔細來看喔 這裡面有非常多 如果你在room in的話 他是非常多的坦克車 他現在的坦克車存放 就存放在這個位置 另外這個指揮所的話 大概是他們 這個集指揮所是他們俄羅斯戰略部隊的 這個導彈的指揮中心在這邊 你看全部都讓你看 他現在俄羅斯說的機密 他都攤在陽光上 往陽光下讓你看 所以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是這樣子的 這是一個法國的這個基地 那法國的705的空軍基地 他會進行這樣子 你說說你其實是看不到的 但在這一次呢 這俄羅斯的 他要全部讓你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現在 現在已經這個 Google的發言人就說 對了 我們已經沒有對俄羅斯的 衛星影像進行任何的模糊處理 就是你要看就讓你看吧 我們再也不會阻止你看 好 那事實上 而且他在一開始他不只是說 我現在衛星照 我已經沒有任何的遮蔽 圓還有地圖 之前我們講俄羅斯的軍隊 進到烏克蘭以後他會迷路 那為什麼烏克蘭不會迷路 俄羅斯會迷路 原來Google的地圖 也只對烏克蘭開放 而且事實上不只是Google Google跟蘋果都有地圖 他們兩個在這個開戰沒多久之後 他們就進行一個叫做 不對稱的這個資訊的提供 他們對俄羅斯 反正你只要是 來自俄羅斯的SIM卡 或是俄羅斯的帳號 他就屏蔽你這兩個使用地圖的功能 但是反觀你只要是持有 烏克蘭的這個相關的帳號 他就打開 所以為什麼人家 人家不是說到嗎 俄羅斯軍隊進到烏克蘭 他要搶奪的是烏克蘭的手機 然後烏克蘭的軍方官方就說 你千萬手機不能被拿走 主要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那也是因為有這些手機 那這些烏克蘭的民眾 他們看到什麼東西 就馬上打電話 去跟這個官方說 所以官方這個整... 所以他的定位也有Google在幫忙 資料完全都整合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才是說這一次 那另外你更不用講 Google不是有Google Pay嗎 Google Pay目前為止來說也沒辦法用 所以Google不只是地圖把你屏蔽掉 Google Pay不讓你用 甚至連Android的系統都不能夠用 所以這一次我在講嘛 這一次真正打敗俄羅斯的 絕對不是這些 我們可以看到的有聲戰力 事實上美國的這些神鬼奇兵 這些所謂的美國的大企業 其實扮演一個非常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SpaceX 微軟跟Google都有重要角色 對 我們就講SpaceX這一次 保證你有沒有注意到嗎 事實上在這一次的這個戰爭裡面來說 目前為止烏克蘭的國內 即使打到這個馬利波打得非常慘 哈爾克波打得非常慘 他們網路還是通的 那為什麼網路還是通的 就是因為SpaceX SpaceX可以讓你所有 現在即使在郊外 很多烏克蘭民眾看到 俄羅斯軍隊來了 他馬上可以打電話 因為有SpaceX的這個衛星的幫助 另外一個微軟 微軟就講嘛 你剛才不是提到說 俄羅斯的所謂蠱蟲 或是木馬城市被堵住嘛 因為微軟老早就進去一個 圖木馬的這個計畫 他把你說木馬城市 能夠屏蔽就屏蔽掉 他甚至建立了一個 比照美軍系統的一個防護城市 另外一個還有這個Google Google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地圖屏蔽之外 他還有一個神盾計畫 神盾計畫就是說 他把所有疑似是俄羅斯的假訊息 他完全都把它遮蔽掉 所以這些等於是 幫助這次烏克蘭能夠打勝戰 其實幕後的這些美國企業 其實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角色 好 瑞德 我們先講 周朗安祭庙天下 陪了夫人又責兵 現在周朗改成普丁 他本來以為我的庙祭安天下 結果你不但是你烏克蘭 過去你侵略的土地 你要一個一個吐出來 現在你還逼著有兩個重要的國家 芬蘭跟瑞典要加入北約 過去芬蘭跟瑞典是忌惮俄羅斯 他不加入北約 現在這兩個國家也跟你翻臉了 沒有錯 那麼尤其是芬蘭 芬蘭跟瑞典 因為揚言在今年五六月的時候 就會遞建加入北約 所以俄羅斯普丁一氣之下 你看那天不是把反艦飛彈 直接從聖彼得堡 弄到這個跟芬蘭的邊界嗎 那今天直接把一大堆的卡車 運到那個地方去 一副瀕臨沉下的樣子 可是他現在就威脅芬蘭 對 沒有錯 但是寶傑你知道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創下人類有史以來 拘殺蘇聯的那個軍人啊 最多的紀錄就是芬蘭的白色死神啊 你知道嗎 在短短不到一百天的時間之內 用一把老舊的狙擊槍 這個叫做海赫的這個白色死神 為什麼叫白色死神 他身上都披著這個白色的披肩 然後在雪地裡面一長就是好幾個小時啊 神不知鬼不覺神出鬼沒隨時幹掉 那麼蘇聯的阿兵哥啊 一百天幹掉不到的時間喔 殺了多少俄羅斯人啊 542位的俄羅斯人 當年的蘇聯的阿兵哥啊 創下人類歷史上 當時人類歷史上狙擊 那麼一次狙擊殺害人 殺這個等於說對方的敵人啊 最多的一個紀錄就芬蘭人啊 但是芬蘭如果加入北約 這個對於蘇俄羅斯的威脅 比烏克蘭還大嗎 沒有錯 那麼為什麼 因為他緊鄰著這個 等於說這個緊鄰著 俄羅斯大概有超過一千多公里的邊界啊 那除此之外呢 剛剛不是講到芬蘭嗎 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瑞典 為什麼呢 瑞典這一次 那麼也要加入這個北約嘛 六月的時候沒有意外的話 他就會地狀直接加入北約啊 俄羅斯這一次連瑞典一起 這個都要警告 可是俄羅斯可能會踢到鐵板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如果用人均 因為瑞典人不到一千萬人啊 用人均下去算的話 你知不知道 瑞典排名全世界第三大的武器出口國 你絕對想不到的對不對 瑞典不是 不是北歐的一個國家而已 瑞典武器很強啊 不是小國嗎 怎麼那麼強啊 在這裡就要必須講個笑話 最近不是那個瑞典的國會 不是主團來到台灣參觀嗎 然後來到台灣參訪 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憲呢 那麼還這個的出面接待了以後 還問了瑞典一個在台 一個國會議員一個在台灣啊 很多人很多人都會去的IKEA嘛 我拿說那到底IKEA 到底要怎麼唸 到底IKEA還是IKEA 到底怎麼唸 然後呢 他最後揭曉真正的答案 不是IKEA 也不是IKEA 也不是IKEA 叫做IKEA IKEA 你知道嗎 跟我們唸的那些關鍵字不一樣 但我告訴各位 瑞典這個國家 它雖然的正規軍啊 只有6萬5千人 但是它一旦一呼擺墨了以後呢 大概可以出動85萬人啊 你知道嗎 全世界 正規軍6萬多人 6萬多人 但是整個 馬上可以集結 85萬大軍 80多萬人 這次那麼在援助這個烏克蘭的第一時間 那麼一次供應他們反坦克武器 NLAW那個反坦克飛彈啊 那麼最多的5000枚就是瑞典 一公里之內全世界沒有任何反坦克武器 比他更準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感謝NLAW 英國也援助了一些NLAW 事實上是瑞典這個發明了 還有這次援助烏克蘭年 我已經算過了嘛 4萬 總共4萬7500顆這個反坦克武器裡面 還有一種叫AT-4 AT-4也是瑞典發明的 AT-4有什麼特點啊 各位 AT-4就是我們台灣軍隊放大都壞掉了66火箭彈 美國改良以後變成所謂的M軌樑火箭彈啊 升級版 你知道嗎 升級版連美國都跟他買 我們台灣也買了一批放著 就是AT-4 AT-4加上了這個高級的穿甲彈以後呢 可以破大概500到600mm的 這個等於說公里的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裝甲等等啊 除此之外 保洁可能也不知道 就美國不是提供的 烏克蘭18門的155榴彈砲嗎 但是你知道 美國那麼強大啊 然後武器那麼棒啊 全世界最棒的155榴彈砲 瑞典發明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要羅斯把瑞典都在對地面很慘 全世界最先進的 然後號稱最先進的 最科技 所以印度趕快跟他們買了400門啊 然後還有 全世界我們不是有駝槍艦嗎 然後要這個海巡署跟海巡 要各造12艘 然後呢號稱隱形對不對 真正飛彈巡罰 飛彈護衛艦 那麼600公噸左右跟我們投降機一模一樣 能夠達到全部隱形的 就是瑞典所發明的這個飛彈護衛艦 你知道嗎 它全世界各個有名啊 海陸空都有 還有飛機 你知道嗎 連飛機也是瑞典 還有飛彈 所以你不要以為瑞典是 好像是一個小國家 然後你就可以欺負它 我三十幾年前在特戰部隊的時候 瑞典派了一個女兵來推薦了一個步槍 我都快要流口水了 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的步槍都很笨重對不對 他們那個女兵在我們的面前示範那個步槍 一公斤多 一隻手單手號稱沒有後座力 一隻手拿起來對準目標 砰砰砰砰砰砰 連花你知道嗎 我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那個人愛死這個步槍了 他們不是現在用的這個AK-5 這個AK-5這個步槍啊 是他們現在在用的這個相關的突擊步槍 當時這個步槍好棒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心裡想如果我們的這個特戰人員 每個人都有一個該有多棒 他不用抵肩窩 對 他抵住肩窩以後沒有後座力 然後棒棒棒 女兵哦 然後棒棒棒棒棒 好棒 最後沒有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太貴了 我們國航部不買啊 如果當時買進來的話 該有多棒 所以事實上在很多的武器上面 不管是在從天上飛的飛機 一直到飛彈 一直到所謂的那個逆中戰艦等等啊 還有榴彈炮 還有各式各樣的武器 瑞典跟你想的不一樣 他可是一個武器大國 對 剛剛講 現在Google地圖不長了 原來除了微軟 Starlink之外 現在Google也越上台面 你最近講過 這是一場科技的戰爭 可怕的是 美國的科技公司都進來了 對 既然目前雙方的科技實力 已經看起來非常明顯的落差 所以現在問題是 我昨天也談過一個概念 就是兩軍的交戰的基本原則的戰術思想 是不一樣的 就是現在俄羅斯還是停留在過去這個 所謂的過寶核攻擊 對 就狂轟亂炸 然後整個炸掉平地 炸成平地 然後壓制火力 然後我才開始做第二波的攻擊 但是現在在美市或是說北約 美軍的作戰方式已經變成非常 用AI化的精密打擊 變成主要的工作 同樣是多管火箭炮 這邊多管火箭炮是打一個面積 對 它是打的是包括你的空機 包括你的所有定點的攻擊 對 包括斬首任務 通通都能夠打擊 所以這個整個概念是不一樣的概念 這兩個狀況不一樣 因此我剛剛在上一段提到彈簧刀 彈簧刀才是美軍這次要表演的主力部隊 那現在今天這個戰爭到今天為止 到底是 其實蘇明已經立判了 但是俄羅斯推不下來 俄羅斯認為他還 所以他現在今天已經警告 他已經警告英美國家 這個就是 不是今天他是杜馬會議主席 就他所謂的立法院院長 今天出來 到最後到傍晚前兩個小時 就俄羅斯的國會主席 俄羅斯在呼籲 說英美國家 如果持續在提供武器給烏克蘭的話 將要為整個戰爭的後果負責 他必須要有相對應的報復行動 所以到今天下午 他的杜馬主席還在警告英美 可這樣子不是把他 反而把自己給逼死了嗎 所以我告訴你這妙了吧 所以我剛剛看到 我還沒有被證實的 說美國國防部發言人 今天有講話嘛 講話什麼你知道嗎 講話說他們的82空戰師 隨時在待命啟動中 哇 這個嚴重啊 在哪裡 在哪裡 在波蘭 美國的82空降師現在在波蘭 已經整個部隊已經 整個全部的部隊已經住所在那邊了 這整個帶彈 是在警告俄羅斯 這什麼意思 參戰了 直接進來打了 如果如果敢直接 美軍敢直接定動手 不要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跟你吃夠夠好不好 我穩吃了我就進來了吧 空戰師 美軍只要進到這個戰場上 那他一定是100%吃才會來 他不會有損傷進來的 所以今天這個話 我告訴你訊號出來了 美國國防部已經發言 提到 談到82空降師 有可能會出動的可能性